这家酒店肯定有问题 环境脏乱差 床上有泥巴 门缝有卡片 钱还不少花 我得帮二爸爸二妈妈调查调查 街上集 小宝的下棋天赋被全家人都知道 都赶着要和他切磋 可小家伙是个好动的性格 根本不喜欢下棋 沈一直好把笔记本又赏给他了 哇塞 我的笔记本又回来了 老爸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呀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经常偷偷溜进你爷爷的书房 玩他的电脑 糟糕 被发现了 今天沈亿向来如此 即便是惯着他 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一切都在大魔王的掌控之中 老规矩 每天只能玩一个小时 否则再次没收 于是乎 每天下午放学回家 小时狗子八点钟准时打开电脑 开始了自己的网络世界 小师傅的头像还是灰色的 他已经很久很久都不在线了 我来看看 最近网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打抱不平的 小宝在网上逛着热搜 刷着短视频 突然被几个博主曝光的一家酒店 给吸引了 这家酒店居然叫星辰酒店 环境脏乱差 床上有泥巴 门缝有卡片 钱还不少花 这家酒店肯定有问题 我得帮二爸爸二妈妈调查调查 妹妹 如此差的星级酒店 竟然跟你的名字一样 你叫沈晨星 他叫星辰酒店 小时狗子这下可忍不了了 于是气呼呼地出手了 当晚就入侵了酒店的系统 直接给所有网购的旅客 办理了免单入住 防费原路退还了 原来这家酒店被停业整顿过好几次 网上差评无数 希望你们吸取一下调训 妹妹 干得漂亮 酒店老板今晚要哭死了 第二天 酒店老板立刻请了个网络工程师 维护系统安全 希望能挽回一些损失 结果闹笑话 这黑客是个半调子水平 他自己的账号反而被小时侠客给黑了 就你这个垃圾水平 还好意思当黑客呢 回学校重新从打字开始练吧 酒店老板一怒之下 当即跑去局子里 把攻击他酒店的黑客给告了 警官 我要报案 有黑客攻击了我的酒店系统 开什么玩笑 朗朗乾坤 哪里来的黑客 长官我说真的 不信你看 那一晚入住的旅客 确实全是免单 损失确实不小 行 你要报案是吧 上二楼去路口供吧 路口供的警察小哥 跟王老板都是老熟人了 以前经常接到游客举报 他的酒店脏乱差 听了他报警的事 俩小哥差点憋不住笑 警察同志 真的有黑客啊 好几个晚上了 经常给我的酒店停电 我还损失了好几十万 你们警察到底管不管啊 管 我们当然管啊 但我们同时又接到了 举报你酒店脏乱差 还乱扣押金的案子 按照报案的先后顺序 给先管你 你这一来 刚好不用我们跑一趟了 没有啊 我冤枉啊 扣押金的事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游客损坏了酒店的设施 所以才扣了押金 此时另一个警察小哥接了话 只字不提黑客的事 那脏乱差的问题呢 你这屡教不改的毛病 再这样下去 卫生局迟早要让你关门大吉 我说王老板 你现在的问题 不是这位黑客 给你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而是如何整顿你的酒店问题 等你酒店没有问题了 我们自然会处理黑客的事情 一听这话 王老板只好无语地走出了房门 可不等他下楼 两名警察小哥扑斥一声 笑出了猪叫声 别说黑客看不下去了 我们都想这么干了 谁说不是呢 早看这王老板不顺眼了 可每次去查 什么把柄都没查到 这次可算有人替天行道了 王老板 还有什么事吗 刚才好像听见有人在笑 没笑啊 谁笑了 老张你笑了吗 我也没笑啊 除非忍不住 王老板灰溜溜地离开橘子 整个人都掠了 而这位背后的小侠客 不知道的是 他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上面密切关注到 并且小家伙还毫不知情地 被国家爸爸宠伤 老刘啊 沈家这孩子从小跟正苗红 还一身本事 真是不简单呢 没错 更主要的是 政治面貌如此之好 又是军人世家 毫不夸张地说 要是培养出来 将来放到任何一个药职上 都是国之栋梁 那再找沈丰谈谈 看小家伙是否愿意去 首都特殊学校深造 于是 沈丰两口子再次被高层领导问话 沈警官 你家小闺女 啥时候来首都报名啊 领导 孩子亲爹也知道这事了 只要闺女没意见 我们全家都支持 可是现在她还这么小 从来没单独离开家过 等她再大两岁吧 没错 我们知道上面是为孩子好 我们也挺支持的 等她小学念完再去也不迟 领导实在没辙 九岁多的孩子 确实还太小了 离开妈妈肯定得哭鼻子 只能等着小幼苗茁壮成长了